身为一名毛主人 我们总是更多的倾向于领养代替购买 缩农所中总是有许多失去狗生的天使 如果能够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那么世间就会少一个受伤的灵魂 大家好我是狗哥 在美国一间名为被佛德的缩农所里 日前就发生了一起超级乌龙的入室窃盗案 事情发生在一个晚上 当时工作员忘记将里面的 迎冰犬吉利根关回他的小窝里 结果隔天早上 当大家一准备上班的时候却发现 办公室内被翻得乱七八糟的 满地都是狗狗的玩具 工作员乔医师在调阅了监视器后表示 当时的吉利根发现自己没有被关起来之后 晚上就决定偷偷溜到办公室里 决定自行开趴嗨起来 他将一箱一箱的狗玩具全部拆封 大碗特玩了起来 直到隔天看到大家来上班 这位闲犯呢 还开心的掉着玩具跑来献饱 似乎对今天晚上是非常的满意 乔医师也无奈地表示 他完全没有悔意 甚至还很开心 不过看到他笑成这样子 大家也只能默默苦笑开始收拾了 相信啊 今晚一定是吉利根狗生 玩到最多玩具的一晚了 能够实现他的小小心愿 相信工作员也都是甘之如意吧 那么我是狗哥 我们明天见啰 我们明天见啰